這裏有一堆新式的苗 其實這個是什麼呢 那隻叫什麼 金白盒 是白盒來的 通常橙色那些人就叫金白盒 加一個金字 其實就是白盒 這個水仙差不多是第一個 標出來的 下一個就是屈金香 今年的春天是慢了 這個是水仙 這個是屈金香 我這麼香味出 這一棧是枯草的 撕一點點 用來塗一下 芬衣草 它是紫紫的 就是芬衣草 以前西班牙 還有葡萄牙 有很多水手 香港六十年代 很多人說行船 行船 不是一隻船在那裡行 其實是船在那裡做雜工做水手 叫做行船 那些人很多時候 去到歐洲 就賣些婚衣草回來 賣給親朋友吃 那些人很貴 那些人拿來 那些人拿來 戴上衣服 或者 做個香浪 那時候已經是很 很deluxe 很豪華 因為 六十年代是很窮的 那些人 那些人哪會想到這樣的事 那我甚至連 分衣草這個名字都不認識 那六十年代呢 不是六十年代 是七十年代 我過醫 在七十年代初 由加拿大回香港 然後 帶了一些朱古力糖 帶了三個 我還記得 是分衣草的 因為 為什麼呢 那三個 就是用真的 分衣草 提供 就是香精造的 那三個 那三個 就買到那些 四銅櫃 買到大概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 不捨得用 有空 拿回去 聞一下 非常之香 因為那時候 分衣草 不是很流行的 味道 因為我在窮鬼哪裏 會用這些 只知道 衣帶回來 選擇 很香 偶爾拆開櫃通 拿一塊 聞一下 那三塊 後來 一塊一塊 用一下 用一下 都用完 但是擺的時候 擺了至少有二十年 以我記憶所求 那現在 過到來加拿大 走到百貨公司 經常都見到 分衣草鹹 現在都是五元 四五元一塊 加幣 又很貴又不是很貴 消費得起 以前 我住在西班牌的 窮小子 我住在西班牌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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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可以喝 喝酒是可以喝的 因為芬衣草可以去 下去的葉 倒水去 芫衣草雪糕 做雪糕 有芬衣草雪糕 我也認識 一次唐人 一群人去旅行 去倫敦 去倫敦 去 Waterloo 去倫敦 去倫敦 很普通 自己開車就行 因為當初辛苦 不懂 食物歷史 十多元 跟人車 現在就不行 幾十元 連車連導遊 連打上司機 三四十元 就不少了 一個旅程 到現在 我自己 可以說 熟悉地頭 又不太喜歡 駕駛四圍去 等自己真正 正式退休 就可能會 跑幾轉 試一下 一路走一路 講到這裡 暫時停一停 這裡是 租世界 我是阿租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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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跳 按燈 按燈